今天來看 今天要來 又是段這裡 之前有拍過一支嘛 就是說我買精品到底花了多少錢 但是呢我現在已經沒有買精品了 可是呢就是那些精品我都沒有穿過 然後呢我最近去日本又花了一大堆錢 光是一間店我就花了大概20幾萬台幣 而且不是精品喔 我是覺得很誇張 可能我買了10件 我只穿那3件 其他我都沒有穿 好煩喔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這樣子很不對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今天就要發覺一下 妳錢到底都是怎樣花掉這樣 沒錯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倉庫算一下 我錢到底花在哪 請問那個是怎樣 我的外套啊 妳說妳會穿的都是放地上 然後不會穿的放倉庫 你知道就是這個 在打電話很冷的時候可以拿起來穿 是 上次有一間綠色的 然後我說很好看 然後妳說在西門町買的 我想說妳說一千多塊 我覺得還算OK 後來我就看到妳 把它又把它放地上 在那個在客廳的地上 沒有 那件我要丟掉了啦 因為那件髒掉了 就是上面有很多貓的尿尿 可是我又捨不得丟掉的時候 我就放在地上啦 哈囉 去倉庫 好 走 登登 不知道大家對妳的印象是怎樣 是乾淨整齊嗎 還是還好 我覺得那是乾淨整齊 那大家現在會換面嗎 這其實我本來整體過 因為我想要提那個家具的位置 所以呢 我就把那個 衣櫃的衣服全部拿出來 想說這要移衣櫃 結果我發現我 完全沒有力氣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我就 衣服就去躲在這邊 你看 這些是有折過的 算有條理 對對對 然後可是不小心 我可能想找衣服的時候 我就反彈反彈 就有點亂掉了 所以其實我也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 這倉庫 倉庫板就長這樣啊 對吧 我有印象 那個 紅色是不是都偏貴 有一件上次問妳說 是不是賺什麼 三萬塊是嗎 對對 這邊是 這最近去日本買的嘛 這件 它也不是精品 但它就是賣品牌的 這件喔 才第三萬塊 我不懂 因為你看 妳這個 紅色紅色格子 都很類似 它這間店就是賣一些 比較奇怪的衣服 你知道嗎 就是比較特別的 那我買衣服呢 其實我也是有在思考 就是 我不喜歡穿的很一般 所以我現在穿的一般 所以我就是買這種 就是很特殊的 那種很日系的感覺 而且 真的台灣就是 我就沒看到 所以我就在日本買啊 而且你看一個三萬塊 我可以穿好多次啊 然後沒出去的時候 我便會覺得 哇 這件衣服好奇怪 那個人穿得好奇怪 這樣我就開心啊 不會裝衣服啊 好 可以 對 下一件 不可以是三萬塊 這件我把它掉來拆掉了耶 這件是同一間店買 這件大概 這件不錯 不錯吧 男女都可以穿 而且它那個 我感覺它的情接 滿特別的 但是我只穿過兩次而已 多少呢 快一萬塊 這件喔 這之前說過啦 這件很OK啊 這件七萬塊 然後我穿了一百次 滿常穿的那OK喔 對啊 而且它是真的很好看 這個也是同一間店買的喔 而且風格就有一樣 不一樣好不好 這件我忘記上次說多少錢了 反正就是我去了 那家店兩次啦 然後第一次的時候就花了大概 七八萬吧 然後第二次去的時候又花了 幾幾萬吧 所以加強應該也快有幾萬 那這件店的其他衣服在哪裡 這件衣服也是有點像蘇格蘭裙的風格 也是很可愛 很一樣啊 不一樣耶 這件衣服 五萬九 這就是它可愛的小配件啊 我覺得這真的超可愛的耶 就是可以綁在 脖子上面的 這樣子的 懂嗎 這也是配件 它是這樣子 然後可以把它圍成一個圍巾 它就是大蝴蝶結在你的胸前 這滿特別的吧 滿特別的 但是妳有穿過 沒有 還有一個 這個是黑色的喔 可愛吧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我忘記買白色的蝴蝶結了 妳們買那麼多蝴蝶結要幹嘛 妳 我可以搭啊 我如果穿黑色衣服 我就可以把這個弄掉的 那妳現在先搭 不行啦 我穿這樣子 沒辦法搭這麼可愛的東西啊 反正妳懂嘛 就是一個可愛嘛 對不對 好 其他衣服好像在隔壁啦 我跟你講 這件我看到 我想說要買嗎 因為你看它很可愛對不對 就是很中二的感覺 結果我穿起來呢 超級大 很膨啊 然後 每個人看起來很大隻 然後我就沒有穿過了 很貴氣啊 對 就是我想說 就是妳一個人 很可愛的 嗯 而且台灣很熱 它很冷 那妳今天穿這個出去 沒有 妳穿這個去 不行啊 就是不好搭 美 然後呢 別的衣服 在我房間 這件就是我最喜歡的衣服 這件非常的值得 非常值得 這件也挺好看的 也是外套啦 然後它的釦子很可愛 那麼大顆 這也是日本的 同一件店的啊 這看起來比較有穿過耶 這件比較有穿過 綠色蘇格蘭裙 就是跟剛剛那個一樣 但是它是綠色的 我買了兩種顏色 這件是我第一名最喜歡的 我穿到它就髒掉了 它就是一個很像運動服 但是又很像女僕裝的一件長裙 嗯 好看吧 沒修 但是我現在穿這樣不搭好不好 好像就是很好看 有啊 有運動風的感覺 然後又有女僕裝的感覺 沒有 有啦 它就是一個 這也是那件店的 就是比較正常的衣服 這就沒什麼好介紹的 然後請大家無視我這個衣櫃 因為呢 也不見為淨嘛 對不對 你看多乾淨 OK 你知道就是我一直想要就是 如果現實世界中 跟遊戲裡面一樣 就是你自己有一個 道具籃 或是商店 就是你要賣的東西 就直接把它放進去 就直接賣掉 你知道嗎 你想賣掉是不是 我幫你找 我想賣掉 但是價錢要合理 如果不合理的話 我會覺得 還是繼續放在家裡好了 我們現在先強制徵收你衣服 怎麼樣 強制徵收 我找到一間店是可以賣二手的 然後 但是它會先現場幫你顧顧價 就顧顧看嘛 如果它開的價錢OK 然後你也OK 你就把它賣 可以 這樣子的話 會省滿多空間 可以變線喔 變線 好耶 那我們就 走吧 比較少穿的拿出來 比較少穿的 就是 如果賣掉是比較OK的 還是可以賣原味 首先呢 我準備一個 賣股膏 要怎麼拿去整鳥 我不知道耶 日本的 拿過來沒穿過的 是不是很可愛嗎 好 可以賣 來 不是 我想穿耶 然後穿去賣哈 還是自己不要拍了 那我現在 等一下回家 這件是我最想賣掉的 因為我一次都沒穿過 我換你大概顧多少 這件也丟進去 有 有 這可以嗎 這可以嗎 這是我的運動內衣 那我可以拿走 我只要收藏 我吃到一片 我看你的眼睛 现在有点蜷蜷 我叫你吃蜷蜷 这个蜷蜷 我叫你吃蜷蜷 好像我的蜷蜷 我叫你吃蜷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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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我到了 我現在就要來估價我的衣服 到底可以賣多少錢 可以幫我打嗎 有點打不動耶 剛才那個有人提大袋 行李箱直接走進去了 那裡面 他感覺裡面就是很乾淨 然後你看我亂七八糟的 這樣子就有可能被低估了 真的因為看起來是沒駕駛對不對 對 好 辛苦的話的話我們會需要拍照 日本那邊第三方出路鑑定 所以時間會再變更長一定 OK沒問題 欸好沒問題 好謝謝 怎麼了 完蛋 他說我先給你告訴一下 那個都有黏毛 然後還有一些污漬可能會退蠻多的 退蠻多的他叫做退蠻多的 不是因為每間都有毛啊 那怎麼辦 這樣代表我們可能很快就可以去囉 對就可以去囉 結果出爐了 沒錯 胡椒餅出爐了 老闆我要一個胡椒餅謝謝 剛剛在這邊等那麼久就是為了這個胡椒餅 謝謝老闆 阿怎樣 衣服怎麼樣 衣服的結果在這裡啊 我剛剛看到價錢其實我一開始是有點 欸 蠻高的這樣子 但是就發現欸不對喔 就是那麼高 因為好像七千多塊嘛 但是我的衣服 只好沒有減少 他剛剛不是把一袋衣服拿出來嗎 對 他唯獨沒有把胡椒餅拿出來 對不對 胡椒餅的錢是占水管這條 對 我那件 雖然就是買滿久的 但是我真的一次有沒傳過 而且我吊牌都沒有拆 我是不知道市價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我拿過來估價 他估七千塊 我會捨不得賣掉 那你買多少 我買七萬塊 那這樣子 就是十分之一有點落差 就是滿嚴格的吧 就是 但我覺得這也好啦 就是一個把關嘛 不然人家亂亂拿來賣 然後大家都買髒髒的衣服 可是我那個衣服裡面是有送洗過的 就是 有幾個有送洗 而且剛剛是從塑膠那個送洗袋拿出來 然後他說那個也不能收購 我嚇到欸 我傻眼 那剩下的錢是多少 剩下的賣了20件什麼 6、7、8、90 10件衣服 總共多少錢 總共是 321塊 我可以買 1、2、3、4、5、6 6種胡椒餅 那你那些衣服 我帶回家繼續放不知道 我決定回去整理整理 然後賣蝦皮 換個驚喜包 盲選包 看能否回本 怎麼可能回本啊 當然是便宜賣啊 只是不會那麼誇張便宜啊 其實我想知道 你這樣子 買衣服的頻率大概是多長 大概多久一次 欸很久才一次 真的很久才一次 只是我上次去日本 因為真的那間店 只有日本才有 然後我真的太喜歡 台灣也沒有 所以我才買 不然其實我平常不買衣服 那我相信應該是 有幾百萬吧 資本一下 你知道上次那間店 花20萬台幣 那等於是100萬日幣 那不要覺得你下100萬日幣 100萬 OK 100萬日幣 我在日本花了100萬日幣 滿衣服 這有東西可以賣嗎 可以 可以 這男生的欸 這女生的啦 這其實很帥欸 這是給女生那個奶比較垂 垂到下面的 在用的 什麼意思啊 就是點了 剛好擋住點了 這件是很好看 這也是在日本買的 這不錯 但我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穿過 好看 好看 好看